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身一个恋爱脑的人 是怎么一步一步脱离 现在变得非常理智人间清醒的状态 你知道自己恋爱脑的时候 是真的分不清的 我现在看恋爱脑的一些朋友 就我终于知道 我那个时候 我身边一些人间清醒的姐妹 是怎么看我的 他们就是这种这样子 然后每天看着我 就把屎当做甜品 当做巧克力啃的感觉 就是还啃的可香 我现在终于懂这种感觉了 你知道吗 而且当时恋爱脑上头的时候 真的就是会觉得 怎么全世界都阻碍我 怎么你们都不希望看我幸福吗 你们是不是敬的我 然后就觉得说 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没想到就是一步一步走入深渊 我希望大家千万不可以 都有那种受害者思维 会觉得说 这个男人离开我之后 他找下一个男人 他就会变成 好好先生 好好老公了 这是不可能的 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本身的智商情商素质 不可能 变好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男人的问题 开始吧 第一点 有一些男人 他会以 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去跟你谈恋爱 就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他就会 已经跟你规划 未来的婚后生活了 谁那么快上头啊 特别是三十多岁的老男人 看他们啊 哎呦 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会跟你说这种话 你就会相信了 千万不要信 他这样说 没问题 好 婚后 你要做到的一些点 你要让他去做 你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就行 上桌工资卡 然后见父母 包括哪些诚意 都要做出来 都列出来 一项一项做的 那我才相信你 说话都是不要钱的 都是放屁 都不出钱不出力 最低的成本 花大饼我也能花呀 哎我还能跟你说 哎我还准备了两百万 给你买车呢 到时候结了婚 我还给你开公司呢 这种粉红泡泡的画画 听听就算了啊 第二点 家里做不了主的男人 不能要 就是我爸妈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 你爸妈同不同意 关我毛事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我他妈结婚之后 又不是跟你爸妈睡 就这种 不能要 就说明他能力不行 有一种 大家说的好 的确是爱 因为不够爱你 有一些 他就是真的妈宝 本质就是不行 因为他精神 断不了奶 就非得 跟他爸妈绑在一起 供需这些精神的养分 不然就活不了 第二点 就是物质上不行 需要钱什么的 这还是得跟爸妈低头 这就是他的本质 本质就是不行 这个男人 表面伪装的特别好 有责任心 我是很尊重 很孝顺父母的 你放屁吧 第三点 不管任何事情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 甚至比一秒钟 更快的 0.3 你一定要相信 你脑袋里闪过的 第一个念头 而且千万不能为他开脱 如果你觉得 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那一定就是不对劲 之后 所有的借口 都只是为他 这件事情开脱的 一定要把 你自己觉得 不对的事情 给搞清楚 第四点 不管跟谁 谈恋爱之前 一定要确立好自己的原则底线 自己要清楚自己 要的是什么 不要管别人 不能为别人的原则底线 给同化 就只要妥协了一步 那就是被同化的开始 就比方说 我们发生关系 那我的前提是 一定要是恋爱的状态 那我一开始就已经跟你说了这些 并且也绝对不为了任何人改变 我不管你是王子还是乞丐 我的原则就是这样子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屁话的 反正就是这样 你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给我滚蛋 第五点 虽然我没有精力 但是我从我身边的这些人身上都发现 婚前扣婚后不可能大方 而且婚前的优点 结婚之后 真的只会成为芝麻绿豆大小的优点 婚前的缺点会无限的放大 说到婚前扣 跟大家说一个 就是天蝎男 天蝎男特别扣 我发现 朋友那天跟我说 他遇到一个天蝎男 他们俩出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 坐在那边 一动不动 吃完饭就跟一个死人一样 坐在那里 你知道吗 就带着对方买单 这就说明这男的素质不鞋 跟女人出去吃饭买单什么的 这代表他的素质问题 礼貌问题 就贼扣的那种 都不想跟他不谈恋爱的这种 好了 那以上这几点呢 真的是可以规避掉 大多数的渣男 那上头谁都有 因为我们是人 不是机器 我们是有感情的 但是在上头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用这些道理 来约束自己吧 来指导自己 所以我很喜欢 简要四丁的一些作品 因为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要在感性跟理性中 去平衡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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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